Hello 大家好 我是远方君 现在我是在北京 然后因为很多网友说想看一下北京的胡同 因为这边现在是疫情期间 然后很多胡同都是不让进的 我刚才这一个地方就是小马进来了 然后这是在进山公园旁边 也是在户工后面 户工后门这个旁边的一个小胡同 而这个胡同的话还保证的比较完好 我今天就是进来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老北京的这个胡同 这边这个房子都是比较原始的 比较低的房子 是这个林 这边的就是这种小市合院 随便以外都是价值商议的 这边的人过得也是比较惬意的 这上面写着自民住宅前后进入 这边一般都会写这个 因为很多人过来看胡同的话都喜欢进去逛一下 但是这个是别人的私人的住宅 所以想进去的话 虽然是不好打扰到人家了 看到这个珠门 红色的门 前面一对蛇骨 这基本上都是彪屁啊 这里有一个井山 这是在井山公园旁边 现在就是我到这个胡同里面 大概给来看一下 这也是一个小市合院 这么没有有人吗 您好可以进来参观一下吗 一般人都不会不同意 不行 把耳朵人叫它书松阜了 这边也是这种小胡同 小市合院 这里的松阜气息还是比较浓的 这个晾衣服的 这门倒是都开着的 但是不能算是敞进去吧 这边这个白羊树挺大的高大 这一排 其实这边谁看是在这个北京的市中心呢 这边为了保护这个文物 保护这些老房子嘛 然后这些都没有拆 这边这个院子的话 有的人叫四合院 有的人叫大杂院 因为比较乱嘛 乱七八糟 有的一个院子里面 就是说可能做了一半家人 有的可能就是自己一个私人的 然后还有的就是那些比较有名的人 在这边买了一个这个四合院 这样的话 它这个价值至少是三亿啊 因为这个位置你知道吧 你故宫就是隔了一条街啊 这是一个小社区 生活气息都比较浓啊 看这个 这个是没有 没门呢 这肯定是一个大户人家 门前是两头狮子 然后是这么大的这个鸿门 这个小院子里面 这里写在胡同不通 这里去的话就是死胡同吧 胡同不通 不进去了 等会真不通的话那就出不去啊 然后还有说一下 它这个叫胡同 不叫胡同 有的时候一读就读胡同 但是绝对不能读同啊 它是一个多音字 我现在从这边又出去啊 这个里面非常的安静 这样的 从这边就可以出去哪个街市 因为毕竟要尊重人家的隐私 我不能随便进去 要进去的话也得通过人家的允许吧 好了 那我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大家看到这个毕竟的胡同 怎么样啊 都是价值上义的房子啊 好了 再见